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出去 这个嘛 我知道 你干吗 我可都看到了 拿到的线索还不告诉我 我上次问你的问题 你还没回答我 F跟我 你选谁 你怎么知道他叫F 我说过 我会帮你找到他 明明只有顾兰在 但这种修罗场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 现在的问题是 他们该不会真的想要冻死我们吧 他 回答我的问题 顾兰 你们 我真的很想撒个谎 骗骗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 但是我做不到 我没办法选择 选择你们任何一个人 我都会感到 满满的负罪感和背叛感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对你 对不起 我不该让你做选择 其实 但是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出去 这个嘛 我知道 你干嘛 我可都看到了 拿到的线索 还不告诉我 现在还不知道社区的人是什么目的 但这两个条件 我选 我选 选 我帮你选吧 我选择 顾兰 你知道的 我有喜欢的人 黑暗走中的微光 才是强大的证明 你怎么知道这句话 那时我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歌手 因为挡住了他们的菜类 被他们四处攻击 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 却有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姑娘 在聊天软件上鼓励我 她还说 是我的歌 点灵了她前行的路 从那时候我就发誓 要用尽毕生之力 站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上 来回应她的心意 你就是F啊 晓鱼姐姐 明天我又上不了线了 今天晚上我们多安一会儿呗 好啊 玩到什么时候 这不是秦墨义的声音吗 小香蕉 小香蕉 你还在摸 秦墨义 你在干吗呢 在睡觉 睡觉你还开着电脑 干吗 不行吗 好 小雨姐姐 小雨姐姐 情不厌 你把小雨姐姐还给我 我知道你一时可能无法接受 什么叫一时无法接受 我是永远无法接受 别成真言没用的 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噓 石成和顾兰在我手里 想救他们 等我指示 你谁啊你 怕了 我不受故意瞒你的 你要是一时无法接受 过来 你觉得耍得我团团转很好玩是吧 看着我难过和纠结很有趣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算是扯平了 我 我 我可不后缘 我是为了能赶紧出去 我 两个条件 可不是给你们选择的 而是必须都做 只要石成承认自己是女孩子 并脱下衣服 我保证马上放你们出去 否则 你们就等着被冻死吧 你别做梦了 敢威胁我的人 不存在 我 我早就给我的助理下过指令 超过十二小时联系不到我 他就会报警 你试试看 是警察先到 还是你先冻死我 等我再 嗯 这个社局的人 可以轻易地拿到情副一的耳脉 那就说明 他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个房子 首先 胖哥可以先派出 再去掉我们四个 目标很明显 只有阿花 那天捡破你衣服的人 也是她吧 你都看到了 你当我真傻 不过 确实忙我买得好苦 没关系 阿花我已经派人去盯着了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 她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 怎么样 诗诚 没事吧 有没有受伤 好吧 顾兰前辈就好好休息 明天您可是我们的主角呢 你们失踪这么久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们家诗诚 对我说话这么深奋 你俩又是怎么了 你俩又是怎么了 胖哥 我们早点休息 没问题 胖哥 情不意 你今天必须跟我解释清楚 我见鬼了我 F就是苦蓝 苦蓝就是F 小孩子才做选择 肯定人都要 宽儿月明也绑架自家歌手 要不然明天就用这个做新闻标题 你不是答应我了 只要我 社长都知道了 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不过 明天用这个做头条 明天用这个做头条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альном 计等